人过六时 福不享尽 这几种福气享受不得 要学会克制自己 古人言 天道计全 人道计满 做什么事情 都要掌握好分寸 如果把事情做得太满了 反而会惹来祸患 凡事留有余地 才是真正有智慧的处理方式 对于已经过了六十岁的老人而言 这个阶段我们已经退休了 是不是意味着 可以好好享受生活 可以毫无节制了呢 其实 哪怕你退休金再多 再有钱有闲 也要明白 福不可享尽这个道理 很多老人 整天沉迷于喝酒抽烟 饮食不忌口 虽然满足了口腹之欲 但是终究会给身体 带来巨大的负担 迟早会爆发出问题 所以 享受生活 也要有所节制 遵守三期定律 七分享福 三分克制 才能长长久久 人过六十 福不享尽 这几种福气 享受不得 要学会克制自己 一 不要沉迷于各种娱乐场所 现在的城市生活 灯红酒绿 各种各样的娱乐场所很多 人们的生活 人们的生活也更加丰富多彩 但是 人过了六十之后 随着身体的逐渐衰老 精力是非常有限的 可以有娱乐生活 但是切记不要过度沉迷 如果不懂得节制 随意放纵自己 那么身体终究会被搞垮了 千万不要沉迷于棋牌室 足玉店 酒吧 休闲中心 这些娱乐场所 如果你沉迷其中 除了钱包越来越塌 身体的损耗 也是非常大的 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远离这些娱乐场所 并不意味着 我们的生活会很枯燥无聊 相反的 你会喜欢上这种自律的生活 二 不要整天参加各种饭局 酒局 有些老人 即使退休了 社交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 隔三差五的 就去参加各种饭局 酒局 甚至自己都经常组织饭局 亲朋好友聚在一起 喝酒聊天 往往这些老人 性格都是比较开朗的 喜欢一群人热热闹闹的 但是 我们要明白 现在过了六十岁后 我们一定要少喝酒 为了身体健康 所以 饭局 酒局太多 并不是什么好事 人一到了饭桌上 跟朋友们推杯换盏 很容易喝酒过度 所以 退休后 哪怕你再喜欢热闹 也要尽量精简社交生活 少去参加这些无意义的酒局 三 适当旅游 不要整天在外面跑 现在各种旅游活动特别流行 很多老人退休后 旅游成为了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活动 旅游 可以见识不同地方的风土人情 能够开阔眼界 也能够放松心情 但是 过度旅游 整天在外面跑来跑去 其实也很不好 毕竟我们岁数大了 体力不能跟年轻人比 旅游虽然听起来很美好 但是其实是很消耗体力的 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感受 旅游一趟回来 其实是很疲惫的 尤其是长途旅游 长时间坐车 周车劳顿 其实很累的 所以 适当旅游挺好的 切勿过度旅游 而且老年人 经常在外面跑来跑去 也有一些危险的因素存在 四 子女成就再高 也不要到处炫耀 作为父母 如果自己的子女学业有成 考上了名牌985大学 毕业了有一份稳定的好工作 比如编制教师 进了国企央企 那么自然会很开心 也很骄傲 这是人之常情 但是 子女的成就再高 我们作为长辈 千万不要到处炫耀 如果到处炫耀 只会损耗了自己家庭的福报 做人做事 尽量保持低调 到处炫耀 本身是一种得意忘形的行为 不仅不受人待见 也会给自己惹来不少嫉妒和仇恨 毕竟 人性是很现实的 谁都不愿意看到 周围人过得比自己好太多了 大部分人的子女都是很普通的 甚至可能都考不上大学 找不到工作 听到你在炫耀 心里会很不平衡的 五 生活过得太顺时 不要得意忘形 时刻保持敬畏之心 人在生活过得太顺的时候 容易自得自满 容易得意忘形 这个时候最容易犯错 以前一个同事 他是高级技术职称 退休金很高 自己也有不少于七位数的存款 房车都有 生活无忧无虑 子女们也都发展得很好 本来生活过得好好的 结果不知怎么回事 学人家去炒股 还投资各种项目 想要赚更多的钱 想要买栋别墅 最终把自己的存款都亏光了 还欠了亲戚朋友钱 真的是糊涂啊 所以 如果你感觉自己这段时间太顺了 生活美满 也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时刻要保持警惕 因为说不定 风险正在悄悄到来 对待生活 时刻保持敬畏之心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这是古人的智慧 值得我们学习 人到中年 当你想通了这三件事 也许就不会内耗了 在内卷加剧 生活压力增大的今天 无数人的精神内耗 都特别严重 尤其是中年人 基本都吃不好 也睡不安 烦恼丛生 有些烦恼 是现实中客观存在的 我们无法改变 只能慢慢消化 而有些烦恼 那是主观想法导致的 属于自找的 一般来说 都是自找的烦恼比较多 而客观存在的烦恼比较少 举个例子 你吃得饱 穿得暖 也一日三餐无忧 但你非要极度别人住大别墅 非要幻想逆天改命 成为大官 那你就会内耗 痛苦 这不就是自讨苦吃吗 人可以先苦后甜 但一定不能自讨苦吃 有些苦并不是暂时的 而是会持续一辈子 人到中年 当你想通了这三件事 也许就不会内耗了 一 降低期待 内心才不会有落差 人为什么痛苦 因为内心的期待太高 而现实太残酷 自己无法梦想成真 导致求而不得 事与愿违 所以内心就会存在落差 你期望 工作可以愈发稳定 工资可以越来越高 可现实的情况是 工作愈发不稳定 工资也在原地踏步 甚至越来越低 这时候 你就会大失所望 各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 这不就是期待太高 所带来的心理落差吗 我一直认为 身为普通人的我们 没必要对客观环境 有任何的期待 因为客观环境如何发展 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 可以改变的 既然无法改变 那就不要期待太多 有可能 你不再期待 或者降低期待 那你受到的伤害 就会越来越少 都成年人了 就不要像小孩子那样幼稚了 社会 不是我们的父母 不可能惯着我们 让我们如愿以偿的 残酷 才是赤裸裸的真相 二 没必要 用别人的标准 来要求自己 只要你经常刷短视频 就会发现 无数人都在宣传 成功的观念 还声称不这么做 人生就贫穷了 就失败了 举个例子 别人说 不学正门技术 不投资这个项目 也许你一辈子 都无法翻身 对此 你就会左右为难 首先 你不擅长正门技术 其次 你没有钱财 去投资这个项目 由于你做不到这两点 那你就会灰心丧气 认为自己的人生完蛋了 真的如此吗 未必如此 别人的标准 跟别人的认知有关 你的认知 跟别人的认知不一样 那你为什么 非要用别人的标准 来绑架自己呢 别人能考上清华北大 可不代表 我们也可以考上清华北大 王首富的小目标是赚一个亿 可不代表我们的小目标 也是赚一个亿 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只要自己尽力了 问心无愧 那就足够了 至于说别人的标准 管他呢 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 公事不能乱套 三 少在乎人眼可畏 别在乎世俗眼光 在人情社会 无数人都陷入到 人眼可畏的死循环当中 有可能 你不怕赚不到钱 就怕被人看不起 没面子 当你想去旅游的时候 你会怕亲戚说你想乐 没有去吃苦 当你想放松下来的时候 你会怕别人说你懒惰 没有去拼命 当你想辞职的时候 你会怕身边人 说你认不清时事 不懂得站住位置 所有的 怕 都是 人眼可畏 给我们带来的恐惧感 为什么我们会怕 因为我们觉得 别人的看法 说法 眼光 特别重要 这 未免就有点太幼稚了 我们不妨扪心自问 这世上有八十亿人 难道我们可以做到 让八十亿人都满意吗 哪怕是圣人也做不到 既然做不到 那为什么要在乎 别人的嘴巴和眼睛 长别人脸上 又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 那别人说什么 有什么眼光 终究是别人的自由 别人怎么看待我们 也不会让我们有任何的损失 那何必在乎 别人怎么谈论我们 也不会让我们掉一块肉 那为什么要在乎 这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中年人的痛苦 绝大多数都是 自我观念的痛苦 期待太多 要求太高 就容易事与愿违 内心的落差特别巨大 有可能 当事人会在巨大的心理落差中 活得抑郁 用别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就容易被别人带偏 活成别人的样子 而没有活成自己的模样 无法接纳自己 无法跟内心的自己言和 精神内耗会愈发严重 过分在乎别人的眼光 动不动就害怕人言可畏 不过是自己吓自己罢了 别人说什么 怎么看 都不会对我们的人生 产生任何的影响 我们就没必要过分在乎了 人到中年 最高明的活法 莫过于活出自己原本的模样 成功也好 失败也罢 富贵也好 贫穷也罢 只要对得起良心 就无憾了 老了有钱罪管事 85岁老人 用退休金请保姆 相处三年感觉很好 有人说 谁的老年都是一场血雨腥风 人到晚年 日子都不好过 若遇到子女孝顺 又有能耐的 老人可能会想些轻浮 若遇到子女不太好 自己有没有多少养老钱的 那么晚年的日子 确实不太好过 养儿防老是我们多少被人的传承习惯 可在当今社会 却越来越被遗弃了 更多的时候 养老还是要靠自己 儿孙自有儿孙福 老人管理好自己就是享福 既不让儿孙操心 也不给他们增添负担 彼此和睦相处 父慈自孝 一家和美 院区里85岁楚大爷说 人到晚年 手里有钱最管用 自己用退休金 请保姆照顾生活起居 现在跟保姆相处三年了 感觉很好 青素人 85岁的楚大爷 我今年85岁了 身体还能够自理 我有三个儿女 两个儿子在外地成家 只有小女儿守在身边 老伴过世了两年 我最初的时候 是想跟女儿一起居住养老 可看着女儿也是忙得晕头转向地照顾 伺候公婆 还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在家居住的要好些 起初孩子们不放心 非要给我请个住家女保姆 我不愿意 我觉得一个五十多岁的女同志在家伺候我 既不是老伴 又不是下人 感觉很不舒服 再传出些闲话 我接受不了 后来 我们院区里的小赵内退 五十六岁的年纪 身体也还行 我问他 愿不愿意陪伴我这个老头子 一起居住 每天打理我的生活起居 每月给三千块钱 小赵觉得很好 因为他也是一个人 早些年跟前妻离婚 女儿也被前妻带走 一直也是一个人过日子 他觉得这样既可以在挣分养老前 又可以跟我搭办 很好的 这样 我跟小赵在一起居住养老 每天小赵做好饭菜 我们吃完早饭 收拾好卫生 他用轮椅推着我一起去公园里转转 偶尔跟别人下棋 闲聊 到了中午再回去做饭吃饭 午睡后 小赵会给我泡茶喝 这是我最享受的时候 这辈子最大的爱好 就是喝茶练子 喝完茶后 小赵玩会手机 我去书房练会书法 傍晚的时候 小赵在推着我出去散步 不知道的人 以为小赵是我儿子 总是夸奖我是个有福气的老人 身边有儿子照顾着 晚上 小赵都会用药物 煮水给我泡脚 然后给我按摩 给我放一些评书 我睡着了小赵在关了 我们这样的日子 已经过了三年 我越来越感觉自己离不开小赵了 虽然很多人 愿意请住家女保姆 可我还是觉得 有个男人照顾我更方便些 也让子女更安心些 不会出现跟保姆再婚的事情 其实 我这个岁数了 熟悉的好友也剩下不多了 有时 我也会想自己什么时候 可以痛快地走了 既不让我受罪 也不拖累孩子 孩子也有孩子的难处 我的两个儿子 马上也要退休了 女儿早已退休 可他们的日子也难 儿子要帮忙去带他们自己的孙子 能够回来看看 我这个老头子 我就很是开心了 女儿那里不仅有老人要照顾 也即将生为奶奶级别了 都不容易 我作为老人 还是要多多体谅 他们的不义和对我的付出 我不喝酒不抽烟 只爱喝茶 我的茶也都是两个儿子给买的 不论好坏 我都通通地接受 在能够帮助他们的时候 我也会适度地资助一下 我不愿意让孩子们为我花钱 女儿会过段时间来家里看看 一年四季的衣服 家里的床上用品 大多数都是女儿操劳 我也会给她一些钱 虽然女儿每次都不要 我就给外孙红包 这样大家都开心 人到晚年 说到底 最大的底气 还是来自兜里的钱 当你能够为自己的生活自立时 谁都愿意跟你亲近 反之 搭理你的 就会越来越少 我们在公园里 一起闲聊的老哥几个 那个不是自己都里有钱的主 很多人说 看人的面相 就知道是穷还是富 精神气好的 大多数是日子过得滋润 整天唯米不振的 还不是愁的 也许有一定道理 但我还是觉得在于人的心态 钱多钱少 只要知足就好 我每月给了保姆费 花去生活费 也剩不下几个钱 但我觉得开心最重要 儿女们能够自己满足自己的消费 我也能够自己自足地生活 我觉得这样的日子过得就舒心舒畅 儿女回来 看望我也会主动跟我闲聊 看看家里还需要些什么 都是商量着买 我都想好了 我现在都这个岁数了 我的房子和钱 也不说留给那个孩子 也不要说 谁对我好就留给谁 这样的话说得随便 其实是最伤孩子的心 日子过得好坏 子女孝不孝顺 这些都是自己的造化和命述 不要无形中 给子女之间埋下怨恨 那个孩子都曾是自己的心头肉 都是自己的心中宝 我希望自己走后 他们依然维持好亲情 彼此依然还能够走动 不要为那点金钱 把亲情整没了 那样我走得也不安心 写在最后 谁的晚年 都是一场腥风血雨 谁都不是幸运儿 当我们的身体逐渐老化的时候 我们只能主动出击 尽量让衰老来的缓慢性 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平和平静地接受 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规律 我们能够做的是未雨绸缪 提前为自己准备好老年的事情 在自己年轻还有能力的时候 多给自己储备些过冬的干粮 人到晚年 自己手里有余粮 心里才不会慌张 才能够坚定踏实地迎接老年的到来 风雨一生 只有健康是自己的 善待自己 健康为本 其他皆为浮云 人到中年 简单就好 看过一句话 中年是一个前不着村 后不着店的地方 的确 步入中年的我们 身体不再像年轻时那般强健灵活 内心也被压力层层包裹 步履匆匆 忧心忡忡 殊不知 生活的模样 由我们看待它的眼光所塑造 人到中年 最好的状态是 简单生活 中年人 虽行至半坡 但怀着一颗松弛的心继续前进 也能以轻松的姿态 从容地与美好不期而遇 圈子简单 生活圈子 干净就好 人到中年 精简单 精简圈子 余生才有好日子 作家贾平蛙成名后 很多人慕名而来拜访她 她也因此结交了许多朋友 后来 贾平蛙 贾平蛙意外染上肝病 朋友们纷纷远离 起初 贾平蛙感到十分沮丧 但久而久之 她发现 生病后的生活 反而变得异常自在 没人打扰 没人来访 她可以在家里 静静地写作休息 不用参加各种会议 面对棘手的人或事 只需一句 我得了甘言 就能逃避 她专注于写作看书 活得比以前 更加清静自在 社交常常给我们一种错觉 以为能互相融入圈子的 就是好友 殊不知 朋友贵精不贵多 真正的好友 不在于数量 而在于质量 石铁生曾经说过 我没死 全靠友谊 1990年 于华从石铁生母亲那里 借走 她和莫言 刘振云 一起把她扛上火车 跑去沈阳文学院 给学生讲课 课后顺便参加了一场 校园足球赛 眼看要输了 于华起义 说 铁生 守球门的重任 就交给你了 于华还告诉学生 你们要是一脚 踢到石铁生身上 他很可能被你们踢死 之后 球门再未被攻破 而于华他们在对方 球门前一阵狂轰滥炸 网友们笑称 于华他们是过命的交情 过的是石铁生的命 石铁生瘫痪之后 家人为了照顾他的情绪 跑 跳 走 这类字眼一概不说 生怕刺激他 但幸运的是 石铁生的朋友们 把他当成四肢健全的人 对他丝毫不会 手下留情 对此 石铁生不仅没有生气 反而说自己是最快乐的守门员 比起别人的同情 他更需要的是 朋友给予的抵抗苦难的勇气 真正高质量的好友 能成为你的引路者 为你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 而低质量的朋友 就像慢性毒药 只会悄悄麻痹你 毁掉你的人生 就像作家薛小禅所说的 人到了一定年纪 是往回收的 收到最后 三两知己 一杯浅茶 把生活过成 自己想要的样子 好的圈子 可以让我们的生活状态 和精神状态 锦上添花 而坏的圈子 就如同火上浇油 没有必要为了迎合他人 而强行融入 不属于自己的圈子 也没有必要去跟风 他人做自己不愿意的事情 到了中年 看淡圈子 远离无用的社交 有三两好友之己 便足矣 心态简单 于飞鸿曾拍摄过一部爱情电影 爱有来生 这部影片 在豆瓣平分有期 六分 不失为一部好电影 但很少有人知晓 在拍摄期间 他经历了多少艰辛 电影的拍摄地 位于云南山区 山路崎岖 交通不便 为了如期完成拍摄 他们早早将仪器转移到山区 提前完成了布景 结果连着下了三天的大雨 泥石流不仅把路冲塌了 还把剧组搭建好的景 全部被摧毁 拍摄因此中断 剧组陷入瘫痪 这对于飞红的打击 无疑是非常大的 仅全剧组一天的花费 就要高达数十万 再加上道具拍摄场景的破损 人员变更 以及资金链断裂等困难 仿佛是有一座接一座的大山 压在他的背上 大家面面相去 都认为这部电影的拍摄 就要止步于此 多重打击降临 可是于飞红并没有被压垮 他以沉着冷静的态度 有条不紊地处理着所有的事情 和演员谈续约 指挥剧组人员 拆除被摧毁的布景 最后电影成功拍摄完成 后来他说 看着那场大雨 我突然意识到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 不会因为谁加快了脚步就跑赢 于是我选择慢下来 让雨继续下 让生活不紧不慢地向前 松弛的心态 就像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 带领我们更清晰地观看全局 冷静地处理事情 而紧绷焦虑的心态 就好比一个正常人 在黑暗中摸索 越着急越慌乱 杨将先生说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事事如意 终归是理想状态 一波三折 才是人生的常态 人到中年 生命的航行已然过半 家长里短的负重逐渐增加 倘若烦恼不会消失 那何不试着松松心态 用松弛的内心 来稳住生命的船帆 坦然接受命运的颠簸 心态越松 日子方能过得越好 家庭关系也会越和睦 欲望简单 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遥远的海边 住着一个乐观的年轻人 他偶然间捡到了一艘 破旧不堪的渔船 经过一番修补 这艘船竟然能够出海捕鱼了 从此 他每天迎着朝阳出海 尽管有时空手而归 但回到岸边 他总是躺在金色的沙滩上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放声歌唱 享受着生活中的简单快乐 在岸边的一栋豪华别墅里 住着一位鱼饭 他每天忙于买卖 从早到晚都在计算着盈亏 总是忧心忡忡 担心着鱼架的波动 和天气的变化 他的脸上鲜少露出笑容 仿佛快乐与他无缘 鱼饭的妻子 常常听到年轻人的歌声 心中不禁羡慕 鱼饭也充满了困惑 为什么自己拥有这么多 却快乐不起来 而那个年轻人一无所有 却每天都那么快乐呢 为了寻找答案 鱼饭决定采取行动 他趁年轻人不在时 偷偷在年轻人的渔船上 放了一大块金子 他想看看 当年轻人得到这笔意外之财时 是否还能保持那份快乐 当年轻人回到渔船旁 发现这块金子时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想 有了这块金子 他就可以换一条更大的船 每天都能捕到更多的鱼 然后 他可以雇佣更多的人 垄断瑜伽 成为岸上最富有的人 然而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 年轻人的心中 便再也无法平静 他整夜未眠 思考着未来的种种可能 那一夜 他忘了唱歌 鱼饭在外面 一直观察着年轻人 他看到了年轻人脸上的忧色 他明白 让年轻人失去快乐的原因 正是那块金子 从那以后 年轻人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快乐 他卖了旧船 用那块金子买了一条大船 却因此背上了一大笔债务 每天他都活在压力下 再也无法像从前那样 无忧无虑地唱歌了 鱼饭的妻子 再也没听到年轻人的歌声 他从窗口 看到年轻人心事重重 递下了船 心中不禁感叹 他问丈夫 你是怎么做到的 让他也变得像我们一样 不再快乐 鱼饭回答说 我只不过是让他拥有 比他需要的更多而已 这样就引发了他的贪欲 贪多一点 就是贫 他就再也没有了快乐 正如莎士比亚所说 欲望犹如炭火 必须使他冷却 否则会把心灵烧焦 每天醒来 可以试着让自己 知足 三分钟 真心地对自己说 我拥有的 已经足够了 我们的心一旦简单起来 就少了贪婪 少了贪婪 就容易知足 容易知足 就容易获得幸福 道圣和夫曾经说过 人是很奇怪的 一旦被逼入 进退围谷的境地 反倒想开了 轻松了 改变自己心态的瞬间 人生就出现了转机 在漫长的人生里 我们难免会遇见各种烦恼和挫折 但心态的好坏 能决定命运的走向 到了中年 凡是看开看淡些 生活变少了很多的烦恼 事情也会变得简单很多 人简单 事就简单 事简单 生活就简单 简单生活 才能幸福生活 与君共勉 妻子借口过年加班不回家 丈夫愤怒 妻子直言 回家做饭给钱吗 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 对于过年来说 不少人常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 过年越来越没意思了 是啊 以前的过年是欢聚一堂 和家团圆的日子 无论是在外读书的人 还是在外上学的人都 可以在过年的时候回到家里 放下自己手头的工作 清闲一段时间 在家里吃点好的 好好休息 与亲朋好友聚一聚 玩一晚 也是一件相当幸福的事情了 可是如今的过年 却让不少的人犯了愁 年轻人过年回家 要被数落 又是催婚 又是各种盘根问底 问工作 问收入 中年人过年像是度节 普通的家庭需要准备年货 准备应酬 还得有各种的红包 需要准备 乱七八糟的事情加起来之后 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而老年人 却也常常会说过年很累 一家老小回到家里之后 还得准备饭菜 忙前忙后的 总是很累 休息也休息不好 各有各的难处 各有各的无奈 当然 也各有各的理由 需要的是彼此之间互相理解 一家人一块 去面对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过年图的 就是一个轻松愉快的心情 若是太劳累的话 反而会让过年失去 它本身的意义 一位中年的女人 就经历了这样的事情 明明马上就要过年放假了 可是 却借着要加班的这个理由 拒绝了回婆家过年 被丈夫怒怼 不讲道理 可是女人问 回家做饭给钱吗 黄女士的事情 黄女士结婚 已经快十年了 她与丈夫柳先生的夫妻感情 也一直都挺稳定的 可偏偏 在对待双方父母的态度上面 经常会闹出一些矛盾来 本来这些事情倒也是理由的 毕竟婆媳之间 岳父母跟女婿之间 还是多多少少会隔着一层的 想要真正地成为心在一处的一家人 还是怪难的 再加上各自家庭中 原本的一些生活方式 与生活习惯的不同 难免会在相处的过程中 产生一些矛盾 久而久之的 也就从一开始的争执 到最后的平静 黄女士经常说 要不是看在孩子的份上 我是真想离婚了 从这句话不难看出 黄女士 其实心里 对丈夫 还是有很多的怨气的 而这种怨气 一直都来自于 丈夫对自己 对婆家人的态度 当初结婚的时候 俩人是自由恋爱 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基础 尽管如此 在结婚的时候 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 尤其是在彩礼的方面的争辩 十三万的彩礼 南方家里 却张口就要减少五万 主要的理由 还是觉得两个孩子 接触的时间长了 感情好 所以执意地要让彩礼少点 本来作为晚辈的黄女士 跟柳先生 为了避免感情破裂 是尽可能地不去 进行沟通的 但是没想到 因为黄女士的意外怀孕 让这件事情 不得不去进行妥协 黄女士家里进行了让步 这才有了后来的婚姻 黄女士本来以为这个事情 能够得到柳先生 以及婆家人的感动 真心 但事实上并没有 在婚后生活中的黄女士 依旧感觉到了诸多的不快 在黄女士刚出了月子之后 就承担起了家务活 因为是跟着公公婆婆 一块住的 公公还要干活 家里就剩下了婆媳二人了 黄女士一直觉得 自己刚生完了孩子 应该多注意休息的 可是婆婆却总是让她做饭 打扫屋子 哪怕是带娃的事情 也都交给了黄女士做 而婆婆却很清闲 要么就是带着孩子看电视 事情都交给了黄女士做 这也让婆媳之间的矛盾 在平常的日子里 积累得越来越多 那几年期间 最让黄女士难受的地方 还是逢年过节时候的无奈 因为她们家里的亲戚多 光是公婆就有四个兄妹 一到过年的时候 都会来家里吃饭 只是因为公婆是几个兄妹中的老大 所以自然都会来家里过了 可是这年夜饭就成了大问题 自从嫁到了柳家之后 这每年的年夜饭 就是都是婆婆领着黄女士在做 可是从孩子出生了之后 就不一样了 黄女士说 从我孩子出生了以后 婆婆就一直给我说 要承担起家里的责任了 还一直说 没生孩子之前是女孩 生了孩子之后就是女人了 搞得我措手不及的 而且自从那之后家里 逢年过节的饭菜准备 就都成了我一个人的事情了 婆婆都不管了 我也没办法了 一家人在一块 也不好闹别扭 凑合地做了 黄女士不止一次地 跟丈夫说起过这件事情 但是丈夫每次都是一个 不管不顾的态度 这让黄女士十分地失望 争吵过 闹过 却始终没有一个好的结果 自然让她也不再坚持了 选择了妥协 也就在这时候 黄女士坚持要搬出去住 跟柳先生商量着买个房子 自己出去住 为了孩子以后的学习 在一家人商量之后 柳先生也同意了 就这样俩人搬去了县城里生活 黄女士一度觉得 搬离了与公婆生活的日子之后 自己能够好过一点 可是让她没想到的事情 是虽然搬出那个家里了 但过年的时候 依旧是得回去年过 年夜饭也依旧是她在忙 搬出去的第一年过年时候 她跟着柳先生回到家里 一进门就被婆婆领着去干活去了 一干就是一下午 全程只有她自己在忙活 婆婆只是待了一小会就离开了 这让黄女士十分的不满 怀着一肚子的气 准备了全部的饭菜 忍不住跟柳先生 发泄了一下自己的情绪 可是柳先生却说 我妈年纪大了 难道要让我妈在厨房忙活吗 我爸妈对你这么好 买房都随了你的愿 就让你做点年夜饭 你就这么不爽 没点良心 黄女士也因为这件事情 也彻底地失望了 这几年还好 因为疫情的原因 大家过年的时候都不串门了 尽管说回了婆家过年 可是到了家里之后 也只是普通的一顿饭菜 不算多 可是今年不同了 今年又快要过年了 柳先生说跟黄女士说 今年年过回家 咱们提前一点 今年的人多 家里的事情也多 咱们早点回去准备 准备东西 收拾收拾家里 我爸的身体不好 家里的事情 都是我妈一个人忙活了 黄女士却想了想说 我今年估计是回不去了 我们单位要加班 过年给的工资还高 所以我回不去了 得忙到初四了 完了我再回去看看他们 柳先生一听却急了 直言 哪有过年不回家的 咱俩都在一块多少年了 你过年不回家 还指望我一个人回去了 要不你跟你领导说说 调个时间 起码咱们除夕的 在一块过了 大年初一早上 我送你去单位行不行 黄女士愤怒了 说 亏你想得出来 来来回回不麻烦吗 要是再赶上下雪了 连路都不好走 行了你就先回去了 我忙完那几天 就找个顺风车 回去找你们 柳先生却说 不是 咱们回去过个除夕 一家人都在了 你让我一个人回去 家里人怎么看我们 我都说了初一早上 给你送到单位 又不会耽误你上班 你非要这么执着干嘛 黄女士说 这年没有我你们 就不过了吗 我有事要忙 忙完我就回去了 你怎么不懂 柳先生说 你就是不讲道理 除夕就是一家团员了 这么几年都没有好好过年 今年有机会了大家都要来 你凭什么不回去 就是怕让你做年夜饭 人年龄越大 人年龄越大 心眼越小 黄女士也愤怒地跟她说 回家做饭给钱吗 我除夕夜也有工资 你们家里人给不给 你们家那年夜饭的多难 做你自己不知道吗 我是当厨师的 你们叔父 过年回家 你们只管吃饭 想过我吗 我得忙多少 你们帮过我多少 我告诉你 今年我就不回去了 要么初三晚上来接我 要么我今年就不回你们家过了 我就不信 没了我你们家亲戚 就找不到一个会做饭的人 柳先生却吵吵着说 你的意思是让我妈一个人做 我妈多大的年龄了 你有没有心 光想着自己 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还是这样 黄女士最后说 总之 我今年要加班 你随便 就这样俩人争吵了一架之后 也一直僵持着 柳先生带着孩子 先回了家 黄女士也一直工作着 写在最后 过年的时候 更是夫妻之间 最容易发生争吵的时候 每到这时候 一些生活中的繁琐小事 以及与家庭中的一些矛盾 都会被放大 若是不能够做到互相理解的话 最终只会导致矛盾越来越多 争吵越来越激烈 最终影响感情 同样的 水滴石川 非一日之功 一家人感情的破裂 也并非是一朝一夕所造成的 矛盾累积的时间越久 等到最终爆发的那一刻 也就越激烈 无论是在什么时候 都要互相理解 有任何的矛盾 都要尽力地去解决 不要只顾自己 而不顾伴侣的感受 决定你 命格 的 是这十个条件 将一切都说透了 人这一生 就是 天时地利人和 这三者的结合 对于天时地利人和 古人总结了一句话 一命二运三风水 四姬因得五读书 六名七象八境神 九交贵人食养生 决定你我 命格 的 是这十个条件 基本上 将一切都说透了 一 命 人之出身 所谓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出生在什么家庭 就会有什么样的起点 牛马只能生出牛马 龙凤永远生出龙凤 一个人的出身 决定了他的人生起点 对于普通人来说 人生起点如何 往后余生就如何 要知道 无数人的人生起点 也是他们的人生终点 还是曾世强教授说得好 英雄不怕出身低 但不是英雄 就一定怕出身低 二 运 人之运势 我们经常听到 命运 二字 命 就是上文谈到的出身 属于硬件 运 就是人之运势 属于软件 命好 而运不好 等于开着跑车 在山路上行驶 无法将豪车的性能 发挥出来 运好 而命不好 等于开着面包车 在赛道上飞驰 哪怕开足马力 也还是速度受限 命和运 等于是人生一个硬币的两面 两者兼备的人 我们称之为命运之子 三 风水 所处的环境 何谓风水 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而是天时地利人和 中的地利 可以理解为 所处的环境 三国时期的孙权 之所以三分天下有其一 就是因为 孙权坐拥 长江天险 可见 环境决定论 还是有道理的 在现实生活中 你在北上广深发展 跟你在偏远农村发展 差距还是蛮大的 四 因得 个人的能力 一个人的德性 跟这四点有关 首先 性格 其次 能力 第三 底线 第四 人品 性格决定了人之命运 能力决定了人之做事效率 底线决定了所选择的道路 人品决定了这个人的品德 跟德性有关的这四点 只要我们做到极致 相信我们的德性 会给我们带来好报 五 读书 提高认知的途径 从古至今 就有一个说法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跟读书相比 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 还是那下性子 读书比较好 虽然说这番话有点夸张 但读书的作用 还是很明显的 一来提高个人的学历 二来提高个人的认知水平 人 要想突出重围 听的还是认知 缺乏对于世道 人心的认知 就无法过好这一生 六 名 个人的名声 名 有些时候指名字 可更多时候指名声 别人跟你打交道的时候 会看你名声如何 有没有交往的必要 东汉末年的刘备 逢人就说自己是 大汉皇叔 目的就一个 以皇室宗亲的名声 为自己造势 以此来吸引资源和人脉 名声 虽然对普通人的影响不大 但它在特定的时间点 还是有作用的 七 像 所拥有的相貌 一段感情 始于颜值 限于才华 忠于人品 对此 你肯定会疑惑 为什么感情的开始 是颜值 呢 看脸 是人之本能 前面有两个人 一个貌美 另外一个丑陋 那你想了解谁呢 毫无疑问 你只想了解 貌美的那个人 你可以说 这是肤浅 但你不能否认的是 长得帅气漂亮的人 真的很受欢迎 人类 不就是肤浅的生物吗 八 精神 顺其自然的心态 所谓 五十而知天命 知天命 指的是知天达命 知晓天道的运行规律 而让自身的命数得以通达 对于知天达命 古人早有论述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我们只能做好过程中的本分 至于结果如何 不妨顺其自然 交由老天爷来安排 过分抢求 毫无意义 因为命里无时莫抢求 该拥有什么 我们必然可以获得什么 因为命里有时终须有 09 教贵人 做大事的基础 这个社会由人类构成 自然各方面的问题 都涉及到 人 要想办事 涉及到人 要想成就一番事业 也涉及到人 如何跟贵人结交 是我们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能结交贵人 少奋斗二三十年 无法结交贵人 也许一辈子都无法出头 没有韩信 刘邦就无法打败项羽 没有诸葛亮 刘备就无法飞龙在天 没有寻遇 曹操就无法顺利统一北方 贵人的助力 终究是巨大的 十 养生 人生长久的核心 难道说 拥有了前面九个条件 就能成为人生赢家了吗 未必 因为人生的核心 在于养生 这是决定命数 是否长久的关键 一代儒匠周瑜 基本达到了前面九个条件 但他很不幸 命数浅薄 天不假年 在三十五岁就英年早逝了 满是不幸和遗憾 有钱而短寿 不过是人在天堂 钱在银行 有钱而长寿 才算是 笑到最后的赢家 孙子考上 九八五 我拿五万去祝贺 儿子却说 在外面旅游 我把钱存到银行 有人说 父母对子女 是掏心掏肺的付出 而子女成年后 对父母 却是权衡利弊的付出 年岁越大越感觉到 父母总是对子女多情 而子女对父母 却是各种隐瞒 我叫刘秀菊 今年七十二岁 退休多年 老伴走了 一直单身独居 每月 我有五千多退休金 一个人的生活 简单 纯粹 又孤寂落寞 我曾有一段时间 特期盼 儿子一家人 能不期而至 给我一份快乐的惊喜 望断天涯路 只能独自按伤 断肠 好好对待自己 过好生活 不打扰也是祝福 今年是我孙子高考 儿子是独生子 孙子也是独苗一科 从小我代大 离开这些年 还是有血缘 亲情在 孙子的录取通知书到家 儿子给我发小视频 跟我分享他们的快乐幸福 我开心地祝福孙子 考上理想的学校 还是985的好学校 前途可期 儿子询问我没有啥表示吗 我说当然有了 让他们耐心地等着就好 其实 我在儿子家带娃七年 回家独居后 我每月从退休金里 拿出一千单独存着 就是为了给孙子积攒读大学 研究生 博士时的资助 十二年过去了 我已经存下了十五万 想着孙子读大学给五万 读研究生再给五万 读博士也给五万 大学毕业不读书了 就把剩下的钱都给孙子结婚用 然而 当我带着五万现金 打车到儿子家楼下时 我询问儿子 他们是否都在家 儿子告诉我 他们不知道 我会今天来家里 已经出去旅游了 要十天后回来 还说等他们回来 再带着孙子回家看望我 询问我还有啥需要的 一起给我买回来 我觉得真是遗憾 没有及时把钱给了孙子 算了 我也曾在儿子家居住过几年 在社区转转 看看就当休息一会儿 再去打车回家 就在我走到儿子家楼头时 我看到亲家夫妻和儿媳孙子 从单元门里走出来 儿子从车库里 把他们的SUV车开出来 他们一起坐上车 绝尘而去 我这才恍然大悟 儿子一家人就在家里 而且亲家夫妻也在 他们这是要出去游玩 儿子他们应该是没有认出我来 我是低着头 看着儿子的车子 从我身边开走 眼泪不争气地流 我终于明白 原来我来的不是时候 儿子儿媳也不在乎我的奖励 独生子女的父母 有时也会被经济基础 决定在儿女心中的位置 当年 我给儿子家带娃时 亲家夫妻没有退休 但每月都会给儿媳好几千资助 儿媳对我帮忙带娃 也没跟我提出过 拿出退休金帮他们 而是我自动出钱出力 等儿媳的父母退休了 孙子也上学 儿媳劝我回家独居 说是让我享受退休生活 不过是给儿媳的父母疼地方 后来 听儿子说 亲家夫妻也在社区买了养老房 当年给儿子儿媳买婚房时 就是看到这个社区的位置好 出门就是大型超市 社区对面就是大广场 后门还有一个大的街心公园 两边离几家医院也近 我以为 在儿子家全身心的付出 儿子儿媳看 只剩我一个人 会留我一起居住养老 老人内心的想当然和养儿防老 都是自己的意想罢了 子女根本不是这样想的 在子女的心中 谁家父母能够给予他们 更多资助和帮扶 他们更亲近谁 亲家夫妻退休后 工资比我高好几倍 手里的存款就更不用说了 听儿子念叨 孙子上学后的费用 都是人家姥姥一手操办 每年的课外学习 以及各种辅导班的费用 也是姥爷出钱 儿子一家每年都要出去旅游 费用大多数也是亲家夫妻出 有一年 亲家公生病住院 儿子连续请假三个月照顾他 亲家公身体好了 直接给我儿子换了一辆车 价值好几十万 有钱就是好 连女婿都能变得比亲儿子还要亲 生气吗 也生气 却是无奈的现实 儿子儿媳每年到我这里来 虽然也是大包小包的拿礼物 但从不在我这里居住一晚 每次我给孙子三千压岁钱 儿媳也是简单说句谢谢 便没有下文 孙子小的时候 曾说她姥姥给她的压岁钱有多厚 我曾估算过 差不多好几万 这么多年 我知道 儿子儿媳对亲家夫妻更好 对我也只是面子上的孝顺 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 心里 能够拿出五万 给孙子上大学 已经是尽了洪荒之力 在有钱人眼里 这些并不多 在儿子儿媳心里 会认为 我也就给五千到头了 我怀揣着五万来儿子家 恭喜孙子考上九八五 却遇到儿子善意的谎言被揭穿 内心的隐痛 也许只有经历过的老人 才懂 自己含心如苦养大的儿子 带大的孙子 跟自己不亲近 还为了不见自己 撒谎说 已经出去旅游了 虽然我的钱 在他们眼里不算傻 但是我一分钱 一分钱积攒出来的 我打车回家 直接把五万再次存入银行 我要留着自己未来养老化 看儿子儿媳这样的姿态 我晚年的养老 大概率是自动走进养老院 养儿防老 说起来多么的美好 曾是我年轻时的骄傲 如今 到了晚年 才知道 养儿子 也未必有人给你养老 还是要依靠自己 每次想到这些 我的心都非常的疼 多想老伴 要是还在 我该多幸福 少年夫妻老来伴 老去的路上 先失去儿子 对自己的亲近 再失去相伴多年的老伴 只能一个人学会 与孤独相伴 与独处相随 父母对子女是掏心掏肺的付出 而子女却在权衡利弊后 选择对自己更有利的亲家 人性的趋利避害 是正常的选择 无可厚非 也不值得生气 话是这样说 但谁的内心都会失落 甚至还有些许的愤怒 儿子养肺了 成为亲家的亲儿子 不只是父母的教育 更多的是人性的选择 我不想责怪儿子 也不想埋怨儿媳 只能坦然接纳好了 改变不了现实 接受是对自己最好的仁慈 过好自己的日子 其他 一切随缘好了 不想责怪儿子 不想责怪儿子